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教的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学过了,就技术妹而言,它不是很高难度,但有几个小技巧跟小地方,你可能常常无法克服,我今天解的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图,它的滑影跟滑线是非常平稳,你们看,非常平稳,所谓不平稳是什么状况,等一下看了你就会知道,其实还不太, 它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你们看到,然后再过来,我们这一次有两个方式,都可以来控制这个东西,你可以按照片能也可以,按这边也跑出来,那按这边也跑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开始试着,思考用比较多的方式,让读者达到同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做多媒体互动设计,主要有的一个能力,因为读者的怎么反应,其实超出你的想象, 超出你的控制,对不对,可是如何在读者的自由度当中,又能够达到它相同的目的,我们就要为读者设计出,达到同一个目的的很多种方法,你看一种方法,对不对,这个也是个方法,对不对,你看有两种方法,这边也是一个,它本身又是一个,OK,我们把基本概念讲完了,五五五一分钟都说了,好,我们开始一样, Compoder首先就把Compoder打开,好,老样子啊,我们就是要把Compoder收到我们可以用的状况,不然呢,叫下去你会搞不清楚,好,来,没关系,小小的,一样,我们这边稍微拉一下,拉一下,然后一样呢,这边按640,640,然后呢,Margin Auto, Auto,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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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简单,我们为了按照我们的需求 我们快速的做两个表格 做两个表格就会是这样子 做表格我已经讲过了 留着最后一格不要设置它的宽度 其他每一格你都要设置 这样表格才会稳 不然你东西前进去就歪掉了 我的经验值 现在两格留一格 这一格310 按右键储存格属性 按储存格 这个灰灰的就表示这一格宽度 310就跟着打 310套用也好 确定也好 直接套用这样确定 这样你会很稳 然后我们开始打打字 随便打几个字 你看我的翻例 下面还会加一个什么 你看我的翻例下面还会加一个符号 告诉人家这个字要是可以按的 就可以按的 就是这样 这个是习惯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复制我们把影像网址 对不对 这个地方好了 贴上 复制 所以今天教的是比较属于小技巧 这样你会知道说 这个地方等一下是可以按的 那这边就随便打打几个东西 意思意思 就是说等一下会有东西 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要插一张图 等一下这边 反正两个东西变来变去 我们一样把这张图的影像复制起来 我们先把它插进去 好来 贴上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尺寸 这个大概240就好了 也不用太大 OK好 出来了 然后我们下面都打一些字 打这个东西 等一下就是为了在示范中 让你可以有更清楚的理解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基本状况都OK了 然后呢 我们已经这个概念 我们如果按这边要控制这一个 这两个都要设ID 没关系 你就先学我了 以后你会了 你就知道可以设classID 但设ID比较好控制 对不对 设ID比较好控制 然后呢 我这个ID的ID的名称是这样子 表格那一个是这样 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的哦 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的哦 反正我已经写好了 我懒得改了 你可以自己设你自己要的名称 ID记得打当警之号就对了 好 你可以自己设自己的复制 来OK 我们如果这一格 这一格 这一格要给那个ID 有没有 你要看得懂 还是得看得懂语法 有没有 tableTR tableTRTD TD是这一格嘛 点一下 HTML按一下 属性 按两下 给他找到 下面有一个ID 找到给他 然后贴上去 警之号的后面 你跟他贴上去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取的啊 我就是取这样子嘛 确定好 我这边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ID了 对不对 然后照片 也要给他一个ID 就是要给那个代码 透过这个代码 我们再控制嘛 然后呢 这个代码呢 照片的代码是这样子 照片ID的代码是这样 再讲一遍 这个你可以自己设的啊 我之前设好了啊 好来 照片 你让HTML属性点两下 找到ID ID在下面呢 找一下你就会找到了啊 把它贴上 OK 贴上啊 这两个ID都有了啊 换句话说 要控制的元素 这一个TD 跟这一个 我们都有了 那现在只要把什么 Jekory把它抄进去 对不对 有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控制这一个啊 还有两个要控制的 就是这样啊 紧之号代表什么啊 ID 前前后后记的 假设 打上什么 挂号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这个是可以互动的 Jekory 马上我们教过了啊 你也不用管它 对不对啊 好来 把它复制 我是少了一个哦 这要整个复制完毕 才有后面还有啊 整个复制完毕 就对了 复制 OK 然后呢 原始码 我们讲过了啊 我上我的课系统 都是这样子 在body body的VR 后面你跟他贴上去就对了啊 贴上好 这样子 设计 OK 好 储存可以了啦 就是可以啊 东西做一做嘛 你要你要控制的东西 给他ID Jekory把它贴进去啊 你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看那个嘛啊 好 确定 存在domain 存档 利用 浏览器 打开啊 这是我们刚才弄的啦 看着哦 按 再动了 你有没有发现哪边 不一样 跑起来是很丑哦 你看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哦 跑起来很漂亮 漂亮多了 这个跑起来 瞅个半死 哈哈哈哈 还有啦 他跑来跑去 这个智慧跟上跟下 有没有 这个智慧跟上跟下 因为他不见了 这个不见了 智慧就当然往上挤 对不对 再点一下 他出来了 智慧往后推 我们这个有没有 没有 我们的什么 板形不动 有没有 怎么板形不动 这个跑来跑去 只在上面跑 板形不动 基本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对不对 好 就两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 怎么样才能让他滑进滑出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让他滑进滑出 对不对 这讨厌 你看 差很多 好 这个呢 其实是个小技巧 这真的得上我的课 不然你也没办法 对 这个真的是 踹很久才踹出来 很简单 你要让他这样子 漂漂亮 这个很丑的 对不对 你如果要让他 漂漂亮亮的滑进滑出 你其实是要把什么 照片放在一个DIV里面 把照片放在一个DIV里面 你控制的时候 是DIV滑进滑出 因为照片在DIV里面 他就会跟着DIV滑进滑出 就会漂亮 你的滑进滑出要漂亮 所有东西都必须放在DIV里面 我们之前这个是直接就照片 那个本身滑进滑出 不是就DIV 有我们刚才的设计 直接就照片的本身滑进滑出 才会很丑 这个是把照片放在一个DIV里面 滑进滑出就会很漂亮 有没有 漂亮 好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好 那现在要问了 我怎么把DIV 这个没有 现在这个照片怎么放在DIV里面 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先把什么 这张照片的什么 长宽背下来 240226 这里有 你点一下 你按你的CSSS 这边就有宽度高度 240226背起来 我们已经讲过了 怎么样 在一张照片加一个DIV 这个技巧我们讲过了 240226背起来 一样 这个地方 点那个DIV区块 整个都起来了 有没有 整个都起来了 就是什么 这个DIV 我们照片的前面 有一个DIV的 这个DIV点一下 240226 都会忘记 CSSS 等一下 属性点两下 到这个地方排版定位 到这里 排版定位之后 宽度 2240 PS PISO 高度什么 226 PISO 222 好了 先 PISO 给他226 对 226 PISO 好 确定 有没有 你看 DIV的高度跟宽度 都跟照片一样的 意思说什么 现在照片被放到里面去的 对不对 照片被放到里面去的 可是呢 各位 我们刚才在控制 这个地方你要真的要点概念 我们刚才控制是什么 我们 我们那个TD点下去的时候是什么 照片本身滑进滑出 现在是不是照片本身滑进滑出 不是哦 是DIV要滑进滑出哦 所以我们要把什么 ID改放在什么 你要把ID改放在DIV 怎么改 这个有一个小技巧 你要怎么改 你看我们按一下这个DIV 按一下这个DIV 这个DIV嘛 这个DIV 按一下DIV 我们现在要分离的这个东西 以前也少教 因为你要控制这个才好用 我们点DIV的时候 你按分离 你就会看到 这个DIV有没有 DIV里面有照片 有没有 你要会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 哦原来DIV里面有照片 对不对 DIV里面有照片 然后我们刚才是什么 我们刚才的ID是在照片里面呢 把他ID怎么样 把他ID给 剪下来 把ID剪下来 贴到了吗 DIV里面去就好了 真的贴上 哇 所以先刚才控制照片 滑进滑出 ID把它改造DIV嘛 现在DIV会滑进滑出 DIV滑进滑出 照片反正在里面嘛 也没关系 可是DIV可以滑的很顺啊 对不对 储存 OK 再看哦 再看哦 我们再看一遍哦 储存哦 已经储存了嘛 来刚才这一个 你看哦 很丑对不对 因为我们还没reload 很丑 很丑 好 现在reload重新跟它下载 哦 有没有 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就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核心 就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你要让照片滑进滑出很漂亮 你要把照片放在DIV里面 然后第二个呢 老师你这个是怎么样 你这个是滑进滑出的过程当中 好像板型不会动 这个板型会动来动去 看你状况 有时候你喜欢板型动来动去很好 你不想要板型动来动去怎么样 我们已经讲过一百万遍了 你讲过一百万遍了 你如果要让它不想动 就在它这一个 外面再加一个小小的DIV 一批手宽度高度一批手 你只要在 它外面加一个DIV 电脑就会固定住了 这道理我讲过了 反正是这样子 你DIV呢 长度宽度有固定 你里面的东西如果比它大 它会透出来 它会透出来 它虽然透出来之后 可是电脑认定的是 最外层那个小小的 所以外层那个小小的会固定住 然后里面的东西变来变去 不会影响到板型的变动 这样动 反正就是 在你不想要 让板型变来变去的那个东西 外面是一个宽度高度 一批手的DIV就对了 你就不用管它就对了 怎么做到这一点 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好啦 老师来 老师我现在想要那个对不对 我想要在这个DIV的外面 这个已经是一个DIV了 对不对 在这个DIV的外面 又多加一个DIV 怎么加 怎么加 以前我会教你啊 以前我们常常说 从这边拉出来加 有没有 你再拉看看 没有用啊 变都不会变 真的 已经是DIV了 你DIV外面要加东西 以前我教你的都没有用 这个也没有用 这个也没有用 碰碰没有用 怎么样才会有用 这里我告诉你DIV点一下 这个DIV点一下 对不对 分离 你完全看到了吗 我这边有了 这个DIV里面照片 自己加 真的啊 这个composer 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composer只会说 像文字啊照片的元素 外面加DIV做得到 就是我们我们常常用的 这个东西啊 如果已经是DIV的外面要加 就做不到 你就要用这个 自己加DIV有没有啊 自己加 拉到最后再加一个什么 slashDIV啊 这个很重要啊 DIV slashDIV有没有 slashDIV好 我已经讲过了 最外层的那个DIV呢 宽度高度要设对 Style等于什么 宽度 一匹手啊 分号高度 一匹手 分号 在两倍啊 两倍宽度一匹手分号啊 高度一匹手分号在两倍 这样就OK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哎呦有了 有没有啊 照片照片外面有DIV 还有一个 最外面还有一个DIV 是一匹手的 有没有 一匹手有了 有没有看到 浮上去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浮上去了 浮上去了 浮上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浮上去 我先把它弄给你看哦 我还没存档 存档啊 来浮上去了 因为电脑啊 电脑其实认定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DIV 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DIV 你这个大照片 其实是放在那个很小很小的DIV 他破茧而出啦 比DIV还大 但电脑不认 电脑只认最外层的那个DIV 他最外层的那一个是一匹手 里面的东西 电脑不管 所以呢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DIV 里面的东西都 啪挤上去了 这样懂吗 现在唯一要的是呢 想要想办法让这一张图 或这一层DIV 是在最上层 你下边看到 这个字其实是压着它 可是我的呢 这个是我的东西呢 你看一遍哦 我的东西是什么 照片压着字 那怎么样把你的照片是浮到最上层 你怎么样把你的照片在浮到最上层 对不对 就是这个问题嘛 浮到最上层 余宝明讲过了 好 我们就把这一个DIV嘛 对不对 那个滑来滑去DIV 把它浮到最上层 可不可以 可以点一下 CSS按一下 跑出来 最上层的语法是这样 我教学部落格会写 你要把一个东西移到最上层 就是这样子 要两个东西 Persion 然后再过来什么 再过来是什么 Zindex 写一个数字 数目日 什么你写 数目日越大的 辅在越上面 我写99了 够大的 这样Persion Relative Gindex 99 够大了 够大了 我们再来把它存档 存档 OK 好啦 这一次叫出来 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叫出来 有没有 现在呢 字已经浮在上面了 有没有 哎呦 字跑出来 这个点也会不见 有没有 已经都是非常接近了 就会这样 那很多人说 哎 老师你这个有滑鼠 为什么我的没有滑鼠 我再把滑鼠交给你 反正今天时间超过很多了 要讲就把它讲死了 对不对 好啦 这个TD 有没有看到 这个TD 这个TD Table 这一格 Table 有没有那一格 你真的是要看得懂一点小语法 不然一点办法也没有 对不对 TR TD 你看得到 好啦 随便点这一格 这一格 这一格就是这个TD 对不对 这个TD 点一下 这一格的TD CSS 两个 会被滑鼠会移动的语法是这样 Cursor Point Point 就会变成滑鼠的感觉 这个我现在其实也有交过了 确定我们做一个就好 好啦 你看 有没有 变成手 你看这个没有 这个变成手 这个有变成手 这个点来点去 这个点来点去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有交过你怎么移动这个 对不对 你可以移动这个 你可以移动这个 DIV 就是最外层那一个 最外层那一层 最外层那一层是在这边 对不对 你挡在那边 因为一批手一小 没关系 你可以移动里面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移动里面的这个DIV 把它移到别的地方 可以 怎么移 怎么移 这个就很漂亮了 好 一样 我们点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这个IMG 我们找到这个DIV 对 这IMG IMG外面的DIV 移动它 怎么移动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对不对 CS点一下属性 排版定位 然后呢 这个什么位置 相对位置 这边有相对位置 本来就相对位置了 对不对 然后什么 顶端 对不对 顶端 位移 位移 有看到 没有在移动了 我们跟他移高一点 负的好了 再给他负60好了 负60 哎呦 你看负60 那么大一点好了 再来我看120 有 好啦 然后左边呢 左边给他多少 正的120好了 有没有 移过来了 反正你透过这顶端跟左边 这两个正负正负移动 再存档 OK 有没有 哎 这被移过来了 我没有很精准移 你如果移到这边就很漂亮 哎呦 等着跑不见 不见跑出来 没看到 版型又不会动 因为他其实他的最外层是一批手 这个一批手小小的在这边看不到 你反正用一批手小小的把它固定在一个板面上 因为一批手很小 你不高兴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0.1 然后这一批手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你就可以移来移去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很漂亮的一个什么 版型的移动跟变化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18分了 讲的最长 因为里面有很多小技巧 希望你都能够学会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